2024新北市蛋黄书节颁奖典礼在新北市政府隆重登场 金发局特别感谢新北市高品工会为高点产业发展的努力 不仅致力打造传统高品新下职 而且业者更不断的创新求变 尤其在这个食材和口味上贴近消费者的需求 每次新产品的推出都令人感到惊艳 希望行销我们新北市的蛋黄书会非常的用心 他来举办我们这个比赛 那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有分为经典组跟创意组 从一百家的一个我们高品的这个我们的业者 这边来精挑戏选出 其实大家都非常优秀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重中之重选出了各三家 总共有六家的这样的一个高品的得奖者 那大家也看到了不管他是口味品质 还有刚刚的创意度都非常的好 为强化商品的特色与行销 今年比赛特地分成了经典蛋黄书 还有创意蛋黄书组 吸引将近有六十件的商品参赛 每一族只能够精选出三名获奖的业者 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新北市高品工会表示 2024蛋黄书节以多元主题的方式 号召新北市高品产业店家报名 经专家评审后 共有六家业者脱颖而出 市府提供奖金鼓励店家也是一大主因 今年的成绩非常好 因为有奖金的鼓励 很多家来参加 新北的产业 分辨的蛋黄书这个技术 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 欢迎新北市的 我们的乡亲 多多爱用我们新北市 工会做出来的蛋黄书高品 色香味 色香味祭钱 中秋节快到了金发局 结合高品业者的巧思 持续的发挥创意 共同帮助业者行销推广 促进商机 金发局也欢迎大家 踊跃订购新北优水的商品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道